《歌仔戲》 歌仔戲 可以說是台灣 最具代表性的傳統文化 對 話說 在光緒年間 有個美國商人查理 在台灣下了船 一待就是六年 為的就是經常在台灣 看見歌仔戲 他是為了聽戲才經商的 查理的老婆也愛聽戲 可惜死得早 給他留下了個小兒子 他經常拉著孩子的手 到永樂座去聽戲 一家人都是戲迷 永樂座鳳龍社的頭牌蛋絕 李百合有一曲《閨願》 唱得是極好 他經常去聽戲 這聽著聽著 就漸漸地愛上了百合 他開始給百合寫信 百合也回信 兩個人曖昧傳情了好一陣子 那也可以 趕快娶回家 這樣孩子就能有個娘了 不過說來也怪 這百合每回唱完戲 就默默地卸了妝離去 三個月時間過去了 查理始終沒見到百合卸了妝的模樣 對 很多藝人都是這樣 怎麼樣 都不敢素顏的 哎呀 世事難料 有一天有個調皮的年輕人 把查理的馬車車軸給弄壞了 車軸而已啊 小事兒 小事兒 誰曉得小事兒竟會變成喪事 怎麼了 這馬車車軸一掉啊 查理駕著車摔水溝裡死了 哎呦 那個調皮少年就變成間接殺人的凶手了 查理這一死啊 那孩子成了孤兒哭得好傷心啊 不過幸好 出現了一個姓白的男子 領養了這小孩 世上還是有好心人 這白先生抱著孩子唱了首歌 哄了他 他就不哭了 唱了什麼歌 歸中小虎不敵酒 春日映宗雄翠流 這一首就是百合那名曲《歸怨》不是嗎 正是 這是怎麼回事啊 這個白先生究竟何許人也 我都說這麼清楚了 你還不明白 明白什麼 這白字頭上少一橫 不就念做白嗎 所以內橫跑哪去了 跑你眼睛上了 為什麼 因為你白目 好 歸中少婦不知愁 春日凝莊上翠樓 忽借墨頭陽柳澀 《會叫夫婦密封喉》 王昌玲是唐朝的近士 跟孟浩然是很要好的朋友 當了官卻好幾次被貶官 他很擅長七言絕句 被認為可以和李白並稱 到今天我們還可以看見他的作品超過一百首 他的詩從內容題材來看可以略分為三類 一是編賽詩 不少是以岳府舊題寫成的祖詩 表現了戰士們的愛國豪情和勇敢樂觀的精神 二是贈別詩 以清風韓語為背景 善用象征手法 三是歸怨公怨詩 對女性的心理刻畫細膩 就好比這首《歸怨》 這首七言絕句描寫了 少婦賞春時的心理變化 《歸中少婦不知愁》 春日凝妝上翠樓 開篇兩句描寫的是 《歸中少婦的天真浪漫不是愁苦》 《少婦》就點出了她的年齡 正處於人生大好時光的青春年華 看著綠意盎然的景色 她依舊用心裝點自己 並且登樓賞景 後面兩句是轉折 呼見墨頭楊柳色 會叫夫婿密封喉 原本不知愁的少婦 在看到綠牙出帽的楊柳後 內心不再平靜 想到柳樹又綠 夫君未歸 時光流逝 春情一失 暗自悔恨起當初 慫恿夫婿 尋求功名的決定 怨慎愁重 表露無疑啊 王昌玲非常善用細膩而含蓄的筆法 描寫女子的心理狀態 以及其微妙的變化 這首《歸怨》是極富盛誉之作 安史之亂起 王昌玲從外地返回江寧 結果被刺史呂秋曉所殺